明志炎 歡迎收看Mini出發 即喜 你知道白米 除了煮飯煮粥之外 它可以做 negatively 我現在是想不到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知道米的主譜 這你就不知道了吧 這麼有研究 來…我問你 米的媽媽是誰你知道嗎 米的媽媽 我不知道 花 因為花生米 那你知道米的爸爸是誰嗎 誰 是海 因為海上花 而且我跟你講喔 他媽媽還有點花心喔 他還有額外一個兄弟 你知道是誰嗎 是John 因為花生John 你知道我在找... 找什麼 找拖鞋啊 要幹嘛 打你啊 幹嘛 打我啦 不要打我 打我幹嘛啊 拜託 什麼 其實你真的不知道米 米的用途對不對 不是啦 重點是 我只是想說 我要提供一些娛樂性嘛 預叫娛樂性 大家讓大家輕鬆一點 開心一點嘛 也對啦 米 我怎麼可能不知道 米就可以做 對啊 米粉嘛 米粉嘛 對不對 米 對啊 我跟你講一下好了 以傳統的口味來講 傳統小吃你看 你可以做什麼 有沒有 對... 那我問一個 米刷鍋算嗎 米刷鍋 就是米粉啊 它就是米粉 對啊 可是那個米刷鍋的麵線 是不一樣的 麵線不是 對...不過你不用擔心 你可以用米製作的麵 還有米麵 然後再來就很厲害囉 把它磨成粉之後呢 米餅 米果 還有米做的馬卡龍 馬卡龍也有 米麵包 米蛋糕 厲害吧 太厲害了吧 那我們今天是怎麼樣 要去做什麼 今天 今天就來一個藝人家裡啊 可是師傅 做東西要有食材吧 對啊 那如果我們現在直接去指導他的冰箱 看他冰箱有什麼食材 你做出東西嗎 其實很簡單 我都OK的 真的假的難不倒你 難不倒... 那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去看他的冰箱 走... 欸 師傅 那我們是來到哪裡啦 誰家啊 其實你可以猜猜看 那以這個裝潢跟這個家的擺設 你覺得是哪個藝人家 哪個藝人 首先我從廚房來分析一下他這個人 你看乍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廚房好像整理得很好很乾淨 那其實你家裡看 你看有沒有 他的櫃子裡面的杯子 擺得是如此的凌亂 可以表示這個人喔 他就是做表面功夫 他有一點金玉其外敗去啟動客 你看杯子那麼高 他很好客啊 很多客人來家裡做客啊 那你擺可不可以擺整齊 你看人家亂塞亂塞的 你時間有這麼沒有時間嗎 有這麼忙嗎 所以這個人我光從這邊看 就已經不OK 有點扣分了 這麼嚴格喔 接下來我們冰箱就危險 可能他把所有東西都塞在裡面 你看是不是跟我講的一樣嘛 亂塞一通 而且亂塞就算了 請問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我的天啊 這個一定六十幾歲的人吧 你看這太巫師過了 還有這種雷絲變的衣服 這太...太老了吧 為什麼會放在裡面啊 對啊 為什麼會把衣服放在裡面 很髒耶 天啊 而且放裡面就... 這什麼意思 展現自己很有文學氣質嘛 還給我放一本書 而且還用錢賺錢 30歲之後 你要買60歲之後好不好 你這件衣服 看起來就不只30歲 衣服也放冰箱 書也放冰箱 太很新了吧 這種東西 小東西還真的滿多的耶 但是是不是塞得太雜亂了 而且這個到底是什麼 牛仔褲 看得出來你曾經也是有在胖的 你這樣鬆緊帶也是很大耶 而且哪有人會在... 有人會在冰箱 冷凍庫耶 對啊 放牛仔褲啊 太噁了吧 而且冰淇淋旁邊還放這個 是絲襪耶 絲襪放冷凍庫 很怪喔 還是... 他平常有在做那種 絲襪奶茶喔 不是 不是 他可能也在抓別人喔 他覺得... 幹什麼東西 正志余 還沒真心 爹爹 恭喜你 我們今天長寶大廚 這樣只要找到絲襪的人 就要透透了 妳要長寶大廚 不是... 不是耶 我們怎麼會是... 不是吃的節目嗎 恭喜你 不是... 真的拉不起來耶 我真的很沒精采 最近比較胖一點 我跟妳有個... 發霉味耶 對啦 這洗乾淨了好不好 洗乾淨... 我跟你講絲襪啊 大家一定要記得 把它冰在冷凍庫 再來穿之後 你會發現它比較不會勾紗 也比較不會破 你看剛剛你整臉... 整臉拉起來 那樣我的絲襪玩好如初耶 你不要在那邊亂敲 什麼大家把絲襪放裡面 真的啦 那妳要平衡啊 這是生活智慧王耶 好 這個... 不要...不要聊這個了 我心死了 所以說我們來妳家我們... 妳是不是應該招待一些 我們什麼東西 有啊 我已經準備好了 真的喔 可不可以不要從冰箱裡 我這樣到冰箱我會怕 這樣看起來平原冠冠真的很多耶 對啊 妳愛吃辣 辣妹 台灣辣妹招待 台灣辣妹招... 讓手指頭沾 吃辣椒 太負擔了啦 有沒有比較像貴婦 對 像妳這種感覺 我可能去什麼咖啡廳 喝一些咖啡 或是吃一些蛋糕這種的 對 我最喜歡這樣子 對 那妳有沒有... 東西有嗎 有... 有一些材料啦 有些材料 但現成的東西好像真的沒有 那沒關係喔 我剛剛看一看喔 不用... 有我在...對不對 對啊 請成師傅啊 剛剛冰箱看一看 其實除了那奇奇怪怪以外 還是有些材料啦 真的嗎 像現在草莓中時啊 對啊 我看... 我們可以做一些變化嗎 我們來做一個 草莓千層蛋糕好了 怎麼可能 真的假的 千層蛋糕耶 好 草莓千層蛋糕 聽起來是不是就很厲害了 對 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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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牌子的有沒有 M牌子的 M牌子那個 貴酸酸耶 可以 你做完學會之後 你端出來 你也在那邊 M牌子的 你都還可以吃M字 對 M字 好 可是呢 一定要有東西來幫你 我知道妳的廚藝 就是老師啊 就是師傅啊 我知道妳的廚藝是 1 2 3 4 1 應該是妳 妳要走幹嘛 拜託 太久了 不用擔心 好 這個千層蛋糕其實就是千層這個餅皮 它很重要 應該妳就會 一般人可能妳就是比例問題有沒有 對 我今天會幫妳的 好 太好了 找出我的好朋友來幫妳 你的好朋友 米鬆餅粉 米鬆餅粉 它可以做鬆餅 對 那可以做蛋糕 今天用它來幫妳 所以這個粉是米喔 米做的 米做的 不是跟麵 麵粉有人吃的 小朋友為什麼有膚質過敏的 對 妳就不能吃啊 所以它是一個很健康的 而且你的米蛋糕這樣 做起來之後 它米有一點米香味 對耶 那很好耶 我們來試試看 對 不過我不知道現在有這個 米鬆餅粉耶 很好用耶 很方便對不對 這麼好用喔 等於是說 手殘的人 只要照著步驟做 我可以做 你不許你這樣講他 怎麼講他 不是 他不一樣 兩個人不一樣 不是 我是腦殘哥 虧氣 如果我都能做的話 相信你們自己 你們也都可以 對 而且它很貼心的 就是這樣一包一包抓 那一包就兩百顆 那你就拿出來 就可以吃一吃就好 好方便喔 幫你弄好了喔 對不對 那還來 感覺它會很多變化 很多變化 你這不只 你光鬆餅就好了 對 按照它後面的比例來講 做完那個鬆餅機 壓一壓就好了 天天把都當貴婦 喝下午茶 好方便 感覺我們家小朋友一定會很喜歡 是 結果就隨著季節去放 對 每一次你就覺得很厲害 對 想加什麼就加什麼 想加什麼就這樣子 讚讚讚 那不然今天你來挑戰了好不好 師傅教你 然後等一下就你全面做 不是 就我好好學就要挑戰什麼呢 你就剛好邊學邊做 為什麼人生一直要找麻煩呢 不是 就像你那個賺錢養錢 什麼以前養 用錢養錢的概念一樣 對 你要自己學會之後 你以後就會得心 就是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覺得有道理 對不對 你就試試看嘛 好 你就告訴他 好 我接受這個挑戰 接受了對不對 對 好 OK 他挑戰成功又有獎品嗎 但是我先講處罰的部分好了 如果你剛剛忘記的話 好處罰 對 有有有 你今天答應得太快了 如果你等一下想要求救的話 就只剩一杯苦茶 苦茶 是的 苦茶 對身體好 其實這是對身體好 你往一個好的角度去想 那好啊 可以 我可以喝苦茶嗎 什麼苦茶呢 然後苦茶都會配苦茶啊 我們這邊經濟比較結局 我們只買得到苦茶 沒要配合 還在路上還沒來 對對對 這 這怎麼吃得了 這個苦呢 但是這個不是只有你啦 師傅也是 如果師傅等一下忍不住 他想要提示你 他動回屌 他只要下手的時候 他也要喝一杯 這一段應該是你剛剛 因為師傅要套頭加的吧 沒有啦 想報仇是不是 我弄在這裡 那你要證明一下 它真的是苦茶 你喝給我們看 有最怕嗎 有啊 要不然我們怎麼知道 它是不是真的苦茶 對啊 你們真的是 可是我朋友想說 你拿起早就在賣 好啦 我喝一杯啦 我跟你講 待會兒我就倒這麼滿啦 好壞 要送大家來送啦 這一杯你可以喝 開始囉 好 開始了 餡料的部分 對 砂糖50克 鮮藍 60克 OK 起司的部分 300克 然後這個香草精 2克 那就是餡料的部分 一次講這麼多 餡料部分啊 OK啊 OK了吧 這樣我可以開始做了吧 沒有 還有蛋皮 好 蛋皮的部分呢 雞蛋6顆 6顆嘛 簡單吧 對不對 然後鮮藍100CC 100CC嘛 鮮藍100CC 鮮藍在哪裡 鮮藍都一樣 對 然後水也是100CC 簡單嘛對不對 然後奶油20克 奶油20克 好 米鬆餅粉 你就加一包進去 一包嘛 一包200克嘛 對 是不是就很簡單 非常簡單 那這個拌完之後呢 我們的鮮料 我們可以先放冰箱 讓它冷藏一下下 放冰箱嘛 確定是這個冰箱嗎 不要放在衣服上面 OK 好 它就是我這個冰箱 對 就是這個冰箱 我怕吃到一些不開心的味道 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再來 就拌我們的這個 餅皮的部分 好 所以我現在開始做囉 我提示你六顆雞蛋 我還提示你上面要放草莓咧 中間也要加啦 你忘記了 好 我們可以開始做 不要炒了嗎 對不起 好 那我現在要來做的就是 50克砂糖 是用這個放嗎 聰明 真的嗎 這麼假的 你看我多 太多了啦 好 來 你教了 你喝一杯 你剛剛說太多了啦 你怎麼知道我要放多少 你說我不能教 你也不能講啊 你也不能提示啊 對啊 這個不會最後是弄我吧 怎麼可能是弄你啦 你自己講的規矩 自己不遵守 對啊 自己感覺 對啊 好 剛剛 我乾杯了 你們已經小心了 我要請自己抓 你們完蛋了 我們跟你們完蛋糕了 我覺得我是不是要 準備叫救護車啊 不要聊天 趕快坐 我跟你講 我今天的目標就是 挑戰曾子余整瓶股 都你喝 就叫害人害情 如果你真的都沒有一個步驟錯或問 我乾杯 好 不可能 他整瓶乾掉 我看你沒有啦 不可能啦 沒關係啦 接下來就是這個起司 它大概要300 很厲害耶 我再警告你喔 他等一下說250 你就 或者是你沒有講厲害 他就不知道了 不是都要講好話 盡量鼓勵人家嗎 對啊 好 你怎麼在演藝圈 這麼久了 還沒有倫理呢 真的不是一天兩天 都不幫助藝人 幫助前輩 噴出來了 我很精準 300對不對 大家都不上當的 都不說話喔 這要放那麼多耶 300喔 不要捨不得放喔 你們兩個笑容 笑容真的有夠賊的 好 300 2 香草精 兩公克嗎 不要光是眉來眼去喔 我只是說兩公克嗎 我只是說 我表情是說 好厲害耶 好厲害就是對了 你不要再說好厲害了 你不要再說好厲害了 不能講好厲害 他就會知道他是對的了 對 那我如果想要鼓勵他 我能講什麼 就這樣 這樣子跟好厲害有什麼差別呢 這樣也是喔 攪拌技巧應該沒有要烤了吧 對不對 所以沒有烤就交代子儀是不是 因為剛剛攪拌技巧 我們沒有提到 攪拌技巧 這個是可以用問的 像這種就是 助理做的事情就是 曾子儀就可以做啦 對啊 就教你 我們接下來要做下一個步驟了 對啦 這樣時間才會快嘛 對不對 對啊 奶油餡料呢 我們剛已經放到那個擠花袋裡面 就先冰著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蛋皮的部分 好的 OK 六顆嘛 你記憶力真的這麼高嗎 才剛講完 你會想要再驗證一下 才剛講完 其實他打蛋的姿勢是很標準 我是要告訴觀眾朋友 你知道就是你 我們有時候 你真的以為我們真的在問 你嗎 我們只是想 讓我朋友再次聽清楚 他有時候媽媽一個閃神 小孩一個哭聲 他就分心了 好正向的人喔 對啊 天啊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樂觀開朗 六顆的 這是要給我的嗎 對啊 滿貼心的 不錯 好 然後加 一百 一百 我要加的是 鮮奶油 一百克 鮮奶油 這個沒有 鮮奶油 這米一口OK吧 接受錯誤 好 願賭服輸 來 真的嗎 剛剛姐現在有一點點口渴 你是想喝那罐酒吧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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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看香草的天空嗎 香草天空 康姆克魯斯的喔 對 他講了一句名言 你如果沒有嘗過苦 你就不知道 什麼叫做真正的甜 我剛剛是為了 讓我自己增進 在甜點界的地位 我先嘗一點苦味 我等一下再吃這個甜點的時候 我跟你講 幸福無比 天啊 今天用這招替自己加分 太厲害了吧 沒料到 你看看你的事情 都是有一個心想過 你怎麼喝一點苦茶 又講出這樣子 太厲害了 對 要鮮奶 誰會講成鮮奶油 哇塞魚兒 妳是買伏筆 真的要多學習 這幾課才記得嗎 二十 就跟我的年紀一樣 笑什麼啦 講實話你們也笑得這麼開心 好 再來 一百 但這是什麼呢 水 水 水為什麼要弄那麼漂亮 這就是 人生 對 在每平淡無奇的東西 你都可以讓它變得很美 很享受 你還拿一個石材 就會講得多 太厲害了 是不是 我跟你講 人生處處 都是學問 請問這隻鴨子 可以讓我理解一些道理嗎 這個鴨子 你看它的頭 向下看 對 謙卑 再見 太厲害了 其實它就是口渴下喝水 太厲害了 那我從那個義大利拿回來的 特別去買回來的 真的假的啦 我覺得它太可愛了 這個台北車站後站就有了吧 沒有 不一樣 台北車站都是這樣 往上 驕傲 我們就是驕傲 我們要 頭低低的謙卑 好 現在不要開玩笑了 現在是最重要的 我很想品嘗的米松餅粉 對 它真的很方便耶 那它 它有效期限是 這個你不用擔心啦 這我們有先檢查過了 很好很好 國產的不用擔心 國產的就是 我們是那個 道地的在地 最環保對不對 然後又是我們 台灣農民的這個精神 沒錯 真的是最好的 那我現在就開始打囉 好 好 這也要問 這也要Double Check 我是不是都加了 你這個動作好像很厲害 你就交給我嗎 沒有 我覺得你試試看 這不就是這樣 因為你知道我的手 你看 你再出來就又一杯喔 對 你這樣就已經掃兩顆喔 不是就這樣嗎 我可以掃 對 你是零俗譽啦 我先煎一片給你看 好不好 四份 然後你在鍋子這樣有點熱熱的時候呢 你就轉成小火亮 這樣就好了 你就很輕鬆 對 然後呢 油的部分不需要太多 到一滴左右 那一滴油之後呢 你就準備一個廚房紙巾 拿這樣子喔 這樣把它稍微擦一下 擦一下 好 子余你會覺得說我滴完油 這個動作是為什麼 滴完油又把它拿擦掉對不對 對 那你看這邊裡面是不是有一點油亮了 它就均勻的 對 對 不過你又有油也不用擔心 米鬆餅粉本身 它的特質就是不吃油 太好了 真的很棒耶 好 這樣這邊有負擔 好 一開始的部分呢 你大概這個湯匙 不要到全滿 大概六七分左右 好 放進來 來 你就這樣轉圈圈 對 有沒有 轉圈圈 你補夠的時候再 好像可麗餅喔 對 補夠的時候再補一點點就好了 那 蛋皮就是要讓它薄薄的對不對 對 不要太厚 你一開始太 像這個有 你就這樣黏一下 好 有沒有 好 你就可以一撇了 那就很簡單了 對 然後我覺得很方便就是 你像你這個已經拌好了嘛 拌好之後你今天 我要疊幾層 你就用這個妝 沒有用完你就保鮮蓋再把它蓋著 這樣可以放幾天 放幾天至少你就超三天內法用完 好 這樣很方便 不過你還是不要這樣子做 因為你不會忘記 而且你放一放 可是牛仔褲又蓋在上面 對 很簡單 你看像你就是這樣晃嘛 對 因為鍋子你還是要讓它左右晃 因為我們在做 那它均勻 然後這邊是旁邊就會敲起來 對 敲起來就拿一個鍋鏟 你就從旁邊這邊 這樣不會破嗎 它好薄耶 天啊 這邊有這種療癒的感覺 真的 而且成功機率好高的感覺 好香喔 真的很厲害 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這樣一片起來 好厲害 有沒有 很超 是不是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而且它有特色你摸起來 你當你翻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摸起來的那個 香氣跟它那個質感就不一樣 真的 真的好香 好像雞蛋糕 雞蛋糕 雞蛋糕的香味 好香喔 現在鍋子也是熱的囉 對 煎個兩三片再給一次一個就好 再加就好了 它一樣這個都要拌一拌 美食一攪拌一下 好喔 小朋友要幾顆 你滿豪邁的耶 你滿豪邁的 你滿豪邁的 好像有一點厚 對 所以你的湯匙 你可以用湯匙去量 那我知道 那我看你的量要多少 對 因為你的鍋子 你的鍋子越大 它這一片就越大 鍋子越小 它就越小 因為我們做蛋糕型 所以這種鍋子 就比較剛剛好 所以我的千層 你的這一層 會有一點厚 比較有口感 所以 有時候自己做的 就是這樣子 你吃就比較飽脆 比較有口感 所以比較後 你就是要等 再等一下旁邊 這邊有 煎鬆餅一樣的 你看 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們在做這樣子的 鬆餅的一個蛋糕 對 蛋糕底部 它會有毛細孔 就表示說它熱度上來 熱度上來的時候 你就是要注意旁邊 就移動它 移動它 這樣子嗎 對 因為各角度嘛 才會向往這樣子平均 對 你如果單獨都是放一個地方 有沒有 它就中間會比較黑 就不會顏色下去 對 然後譬如像這個 旁邊有這樣 裡面有翹起來的 對不對 這樣子就可以擠啊 你的鍋叉 你就可以慢慢去移動它 有 有 就方便 你會方便 怎麼弄 也是漂亮的啦 是耶 不同色耶 感覺好厚喔 那個千層 的那個薄薄的蛋皮的感覺 就不見了 對 那我知道我等一下量 就可以再挑挑 千層厚蛋糕 對 那其實這樣子翻過來一下 翻過來之後 其實就另外一面 跟它烘一下下就好 嗯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對 可以 那應該把它拿出來放進去 好 我想要另這一面耶 因為這樣比較漂亮 對 對啊 你看 這樣比較像啊 後的那個等一下 當作最底部 喔 蛋糕的最底部 喔 好 然後米鬆餅粉就是很好用 對 而且它其實成功率都非常的高耶 怎麼做都不會失敗 它的出來的 感覺跟質感算 跟一般的人 你用麵粉是不一樣 對 麵粉它可能你在翻的時候 很容易破皮 它不會 它是有紮實性的 喔 哇 這陳旭龜夫的下午茶 來 吃看看 我覺得真的太成功了吧 太棒了 耶 我要趕快來大口吃 就從很切麵 兩牙切下去 我自己也有特製 跟外面買的一模一樣 太好吃了 真的跟外面吃的一模一樣 我來試試看我 你的是肉包嗎 不錯吧 好吃 但是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我的這個餅皮 我煎起來厚薄度 我覺得剛剛好 而且咬起來的時候 你會吃下去發現 它是有點水分的那種感覺 是有點濕潤 可是它不是說會軟軟的那樣子 所以咬起來的時候 口感就很好 而且因為我們剛剛 還是有稍微有那個硬稀稀的油 但你就不會覺得 它有那種油的感覺 你覺得它好像是用蒸出來的那種 蒸的蛋糕的那種感覺 就很沒有負擔 在嘴巴裡面又很香 沒錯 因為它好消化 也好吸收 然後又滴油膩 對 不稀油 所以你在做過的 你很放鬆 然後很安全去做 你要做的食品或甜點 你看小朋友吃起來也很強 真的 我現在可以說 自己是甜點的搭人了 你看看 這個拿出去人家 就覺得說不得了啦 這個朋友聚會 你這樣一人帶一道菜 你帶這個超厲害 而且他們會對媽媽另眼相看 對 然後到學校就宣傳 我媽媽最做甜點的啊 米鬆餅粉是不是太好用 太好用了 我下次還要用米鬆餅粉 做別的東西 剛才一包我就留給你 好大方喔 不像子余 沒事來我家都空手來 這樣子喔 就這樣 就沒力嘛 這樣好意思來喔 算了 我用米鬆餅粉就好 好帥喔 來 小朋友回來 我要給小朋友吃 好啦 來 我吃還有一塊 你以為這樣我不吃嗎 吃我看 烤梅的那個頭你 你也吃掉 今天啊 頭語 你這不要了 唉唷 吡 我們先拿糖的部分放到我們盆子裡面來 再來鮮奶 香草精也把它倒進來 奶油的部分呢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加進來了 拌的過程呢 盡量讓它奶油跟我們剛剛所加的牛奶 還有糖 讓它均勻就好 好 拌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樣有種結塊的方式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拿一個擠花袋 放入擠花袋之後呢 弄紮實 後面的地方 把空氣擠掉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它捲起來 在製作過程呢 像這樣的奶油 你就需要放到我們的冷藏 把它冰鎮一下下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蛋糕體 粉皮的地方 今天呢 我們會用到米鬆餅粉 粉的部分呢 因為重量比較重 那包括它非常的細緻 所以第一個部分 我們先把它水加進來 跟牛奶把它加進來 這樣子我們在拌的過程呢 米鬆餅粉會跟我們的水跟牛奶 去做一個結合 拌的過程你會發現到 米鬆餅粉呢 已經把這個牛奶跟水 已經把它吃進去了 你看 非常的細緻 再把五原奶油 放到裡面來 五原奶油呢 其實你也可以在 室溫的當下呢 讓它稍微融化一下 軟化一下下 雞蛋六顆 好 蛋打進來之後呢 一樣 將雞蛋拌均勻 吃做滑順口感的 這個麵皮的部分呢 其實你一定要經過過篩 來準備一個濾網 將我們這邊已經拌好了 做一次過篩 好 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直接再拌一拌 好 我們來鍋子 煎蛋皮囉 蛋糕皮的大小呢 的決定就是在於 我們鍋子的底部的地方 我今天用這樣子的 湯鍋形的這個布展鍋來做 一開始你一樣 稍微讓它微熱 然後蘸一點點的這個沙拉油 就是食用油 底部的部分稍微抹一下 那本身純米的這個鬆餅粉呢 它是不吃油的 所以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我現在目前的部分 是用到小火量 等待鍋子微熱的時候 準備一個湯勺 這個湯勺你可以去決定說 撈出來剛好一湯匙 還是大約兩湯匙左右 這個你都可以決定 它的一個厚度 那目前這個進來之後呢 我就直接換鍋子 換鍋子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讓它的 粉漿的部分去跑均勻 不過地方我們再補一下 好 這邊也是一樣 下蛋液的時候呢 記得稍微要拌一下 米粉的部分呢 其實它的一個重量會比較重 會往下沉 所以必須拌一拌 它才會平均 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在這個鍋子的邊緣這邊 稍微幫它烘一下 讓它的熱度是平均的 才不會集中一個熱度 住在中間 鍋子旁邊你看到這個蛋皮的部分 它已經稍微展開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稍微把它 剝一下 剝完之後就把它翻面 它的顏色什麼就很漂亮 那你如果想說讓它有一點點 上色均勻一點點 或者是顏色深一點點 你都就可以在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讓它反覆的去稍微烘烤一下 千層蛋糕本身的疊速的部分呢 其實你都會按照你自己的喜好 這樣煎起來餅皮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放涼之後呢 捲起來 捲香蕉 或者是捲草莓 其實變化性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好玩 香氣很足夠 我們來做蛋糕囉 準備一個你覺得適合漂亮的盤子 然後再來一片一片把它疊上去 疊上鍋前呢 這邊是接觸鍋子的油面光 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這邊把它放下去 打好的這個奶油 你就可以轉圈圈的方式 然後草莓 草莓在排的過程呢 它是三角形的 所以你可以先像我這樣的方式 把它壓進來 小塊的就堆疊在中間 鋪上去就順便壓一下 第一個讓它定型 第二個讓它多餘的奶油往旁邊跑 再上一層蛋皮 那在這個裡面呢 其實你都可以隨著自己的喜好 去增加不同的水果的層次都可以 好 再來最後一層 蓋上去 蓋上去的時候呢 你的兩隻手你可以往下壓 奶油的部分中間這邊你就可以去堆疊 你想要的食材 每一個點就稍微把它加上一點的奶油上去 不同顏色的藍莓 把它放進來 放好之後呢 往下壓 它的顏色的層次就會出來了 切好的草莓就這樣放 嗚 好漂亮 草莓千層蛋糕完成囉 IO 好 足夠了 有